这样好 慢慢动慢慢动 救难人员攀绳垂降要到山谷救人 这里地形边坡几乎90度垂直 深不见底 先用蓝氏单架把伤者吊挂上来 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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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伤者不止一个 翻落的是乡行车 车上有四个人 他们从台北到嘉义来 疑似导航迷路 加上当时下大雨视线不好 车子翻落了30米深 从救援处看得出来 边坡草木被压过的横击 疑似就是车子翻落造成的 但是连车子停下来的地方都看不见 从白天忙到入夜 蓝氏单架跟软氏单架 拉上来的是夫妻党 已经没有生命迹象 还有一名伤者 意识清醒掉挂上来 车内共有数人 最多边拖 2至30公尺深 驾驶耐性伤者自行脱困 驾驶是68岁的耐性男子 他自行脱困爬上来求救 帮亲友找来救兵之后 车上三名乘客一一被救上来 但是地形陡峭又下雨 救援困难 从下午3点多忙到太阳下山 晚间7点多才结束救援勤务 车上四人是姐妹 两对夫妻出游 开车的是妹婿 路不熟跟着导航走 走到143线的小支县 发生了翻车意外 姐夫跟姐姐坐后座 姐夫被抛出 在车辆附近找到 夫妻被救上来的时候 已经没有生命迹象 送医不治 翻车造成了两死两伤 TBS新闻季节亨 嘉宜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 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 小铃铛